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我 我 我是 你看我像男生女生啊 像女生呢 又像男生 啊 你坐这儿聊好 男的都长得跟女的样子 那么漂亮啊 没事 跟那女同志聊天的 那什么 我对象 这么漂亮 会没有对象 是没有对象 大家好 我是沐沐 好久没有做开箱视频了 今天就来最期 开箱化妆的视频 这一套呢 是我新买的 鸡脑装 这是我人生中 第二套鸡脑装 看它这个盒子上的图案 就特别的日式 所以你们也应该猜到了 我买的是一个 日式的鸡脑装 我买的这套衣服呢 它里边是有三件套 一个是裤子 一个是内搭 这个就是外套了 我们先从外套开始看 哎不对 这个是裤子 它这个裤子和上衣 还有内搭 整体的配色 是以这个酒红色和生成色为主 这里还有一个黄色和酒红色配色的腰带 好长啊 估计有两米 然后它这个面料摸着把 是那种非常薄非常轻的那种质感 非常适合夏天穿 我买的是最大的尺码 因为我怕我买回来穿着小 然后它这里有个拉链 穿的时候就要把它拉下来之后 就能穿进去了 但是我感觉我穿起来应该会很肥 看来那个腰带不只是一个装饰 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我们看下一个 先看内搭吧 这个内搭 它下面这个部位是 那个有松紧的 看来很照顾我这种水桶腰啊 因为它下面这个是松紧的嘛 也可以防止走光 而且它这个内搭这个板型 我感觉只穿这个的话 应该会特别的显瘦 它这个内搭的料子摸起来 有点像那种高中时候 或者是初中时候 学校发的那种夏季校服的料子 我感觉是这样的 那么下来就看最后一件外套吧 我刚才差点以为它这个外套 是那种日式的大马褂 不好意思看错了 它中间是可以系起来的 中间这里是可以扣起来的 这有两个扣子 我以为它这个领子 是那个水手领的呢 它后边还有一个和风的图案 看起来挺好看的 看一看这个图案 唯一让我不满的是 它这个衣服上的扣子 我刚才试着扣了一下 然后再把它拔掉 结果它这个线就开了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扣子的线开了 这也太松了吧 其他地方我感觉都挺满意的 穿起来应该会很可爱吧 那么下面我就来穿上它 画一个适合它的妆吧 我现在穿上了它这个内搭 真的好像女生穿的那种 裹胸衣啊 这里还空空的 留了空间应该是放胸的 那么现在我就先画一个妆吧 然后画完妆之后 再穿上下绳 之后再让你们看一下 整体的效果 我刚才已经做好了妆前工作 现在就直接开始上妆妆 定妆粉定完之后 可以再用这个定妆喷雾 喷一喷 喷完再用这个纸巾 把脸上的水吸干 这样持妆的效果也会延长 眉毛的话我就随便画一画了 眉毛就是这个样子 这次眼妆非常的简单 不用像女妆那样画的画里后烧的 用几个深色的眼光就能完成 先来用这个颜色做一个眼部的打底 打完底后用一个比刚才那个颜色 要深一点的颜色 加深一下眼尾 还有下眼瞼就OK了 男妆眼影的话 你只要加深一下眼尾就OK了 其实也就特别的简单了 上面的位置可以从眼尾 然后扫到眼头这样 男妆的眼影的话 基本上就这个样子了 如果你想画 也可以在这里加强一下自己的卧蚕 我还是画上吧 画的时候可以这样 可以找到卧蚕的位置 这边也一样 然后眼线的话 我用一个更深一点颜色的 这个深色的眼影 来画一下这个眼线 沿着睫毛根部画就行了 单纯就这样看起来 已经很迷人了 对不对 那么就再刷一点睫毛膏 把睫毛刷翘 接下来就来做一个简单的鼻梁修容 加深一下这个眼窝 修容的话可以稍微做一点 但是不能做得太重了 最后的口红可以涂薄一点 口红的亮涂少一点 然后用嘴巴把它抿开 这样看着就会比较自然 那么现在我就准备戴一下假发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找了一点 绿色的假发 感觉头上有点绿 刚才在我家翻了好久 黑色和黄色 好像和这个衣服都怎么搭 尤其这个黑色主要是 发型有点问题 然后我又翻出了这个绿色的 戴上去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然后我这里还有一个小礼帽 搭上去 这样看起来就会好一点了 现在我就来穿上裤子 看看效果 裤子果然是大了一点 大了差不多 差不多两厘米 然后它这个腰带 先穿在裤子上 裤子有一个穿腰带的孔 其实我不知道它这个腰带 到底怎么绑 但是我看它那个模特图上 好像这里绑了一个八子 然后我也就照着它这样绑 它这个最后绑在侧边 像绑鞋带一样 把它绑成这个样子就行 我是照着它们那个模特图上绑的 但是我明显没有它们绑的那么好看 然后我买了一双旧红色的袜子 来搭配这身鸡老妆 现在就先看看我的妆面吧 现在我来到了我的等身镜前 让你们看一看整体的穿搭效果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哇哦 这是哪位美丽的男子 魔镜魔镜 告诉我谁是天下第一美男子 不对 不是这样问的 应该是魔镜魔镜 告诉我谁是天下第一臭美男子 给你们看一看 我每次录完视频之后 我卧室的惨状 这是我刚才使的假发 弄到一地 高能来了 看我的床 天哪 也太惨了吧 然后床上有四顶假发 现在外面天还没有黑 而且我这个小区里很多这种老人住 如果他们看到我穿这个样子 会不会认为我是女孩子呢 要不要出去玩一玩呀 出去录点视频吧 走 有点惨啊 我刚发现我的云台没有电了 所以我只能手持了 出来了 先去我们小区那个老大爷老太太多的地方 去玩一玩 我去那边坐一坐 他们居然没人敢看我 是我不屑一看吗 算了 这里都没人看我 换地方吧 哈喽 你经常给家的床 哈喽 哇好乖啊 好可爱 来这边坐一会吧 我知道了 他们肯定是觉得我举个相机有点奇怪 所以才不敢跟我说话 我刚才在小区里转了两圈 就只有一只泰迪 一直盯着我看 其他人都视若不见 生气 生气 不录了 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我我我 我是你看我像男生女生啊 像女生啊又像男生 啊 像女生长 是女生吗 不是 我像女生吗 像 你这地儿没有那个 一般的男的这儿 但你怎么没有啊 我有 看不出来 比较小 你坐这儿聊一会儿 你男的怎么长得跟女的样子 那么漂亮啊 嗯 现在 我这儿很 没有很漂亮 啊 没事 跟着女同志聊天的 女同志聊天的 女同志聊天的 你过来 你过来啊 你说他是男的是女的 男的 不是 是女的 他一下又认出来了 你什么 有对象吗 这么漂亮 会没有对象 是没有对象 啊 没有对象 真的 真的 真的没有对象 你看我像有对象的吗 看像 你看我天天在家都不出去接触人 怎么可能有对象 你要没对象 我给你接触 介绍一个北京的 你怎么不搞一对象 工作比较忙 平时一直在家工作 你搞这边的 搞我们这边的 什么这边的 就搞我们本街 本街外的 对啊 搞吗 搞就像 啊 搞 真的 真的 因为我们这里 你说一间哪间都好几套了 哦 真的 是啊 我一直没有 一直没有看 干嘛 一条件高啊 没有啊 我比较内向 是吧 我比较害羞 您多大呀 我可不大 你看看你那些人 你看看你照着点仇 我都成熟了 我看了 你六七十 七十多 那您觉得我这身衣服好看吗 好看 那跟你女孩子一样 你要不穿这种 这个这个 你要穿的丝袜子呀 就更好 没有这个这身 我买的这套衣服是现在正慢慢兴起的小众文化 你这身衣服多少钱 您猜我这身衣服多少钱 都算是吧 一千多 没有 七百多 如果加上其他鞋子啊 假发 七百多一步 你干嘛 你弄个捏还啥的 这身衣服搭配这这身假发 我才能带出来 玩一玩 拿出来溜二来了 挺好 跟女的一样 你经常见我这种人吗 经常能看到我这种人吗 我要说你是外国人 外国人 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种 美丽 美丽大方 现在的年轻人 对 真是 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 挺好的 那男生这种打扮呢 是不是有点奇怪 不是 他跟女生长得一样 你打扮不打扮的 那就是有点好看是吧 对 你喜欢这样的男生吗 那肯定得喜欢呢 真的吗 妈妈本来还接受不了呢 她们就认为我做这种有点奇怪 她们的思想还没您开放呢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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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合适的 我上那找你 有合适的对象介绍给我吗 是 我能找着找 我上那能找你 好 好 你得要漂亮的 有文化的 不一定 只要是双方比较 感觉比较合适 比较满意 就可以 我没有什么要求的 那顶你大点行吗 这个我无所谓 只要他有你就行了 你大三保金断 再见 叫死我了 居然遇到一位老太太 看到我 想给我相亲 然后她一直在问我家里的情况 她问我为什么找不到对象 应该要介绍对象给我 太真实了 她可能是刚才看到我这个穿高跟鞋了 她觉得我是女生 现在天气也不早了 那么我再坐一会再回家 天气外面挺凉快的 今天就到这里吧 拜拜